出來好好的解釋很多 很多外界的爭議 不過他只有在特定的媒體裡面 接受特定的主持人的訪問 而且還賺了通告費 也賺到了一次 可以一次講清楚 不過有的講清楚 有的沒有講清楚 大家疑問還是很多 先來聽一下 他今天在立法院 有哪些運答 我還沒到那邊好不好 我先尋答 因為你這陣子 好像都沒跟聯絡方聯絡 為什麼要聯絡來 因為他是你房東嗎 不是 蔡司平他以為說 男人不該當平常 蔡大哥他講的是對的 就是說不應該拿這個 因為貴婦貴那是開玩笑話 但我覺得這個不應該這樣講 蔡司平講得對 王敬他還有特別說 他在這個節目上面 接受專訪的時候 他講說一方面 他向四個人表達歉意 但另外一方面 他提醒某些網紅 不要亂講話 他可能要提告威脅這些人 網紅是誰 大家知道 不過先講一下 閻落方 幹嘛不敢講 就我 我跟你講各位 律師最好好好幫我分類 我是可燃垃圾 到時候告我出庭 我一定傳所有人出庭作證 所有人 包含了房東 包含了老婆 你說閻落方 通通傳 不是說有租約 還有閻落方的中姓友人 還有另外一個房東 通通都傳讓大家來搞清楚 所以請把我分在可燃那邊 所以你現在在這邊 鄭重呼籲王定宇告你嗎 趕快告我 不要客氣 跟鍾玉寇一樣來告我來告 你不是說不要被太多人一次告嗎 沒有 所以就慢一點 請他排後面 好 我們跟貿易委員 吶喊一下 趕快來告朱大 另外一件事情 閻落方在今天終於現身中常會了 這個其實大部分人 走到現在情勢的發展 一開始會覺得說你是怎麼了 可是後來慢慢的好像有點同情他 因為男方的表現 他出現的時候我覺得蠻疼喜的 他其實平常對我們都還蠻不錯的 他今天明顯的變銷售了 然後穿的也是一身黑 但是我發現他帶了一個紅色的 愛心的耳環 就你看這麼細 那是怎麼樣 情已是愛依舊 就是不管事情怎麼發生 我依舊是一顆刺成之心 那可能早上本來想要掛一個胡蘿蔔 搞不好掛錯了 好 但我們必須要講 真的 閻落方這一次看起來 真的像是一個病美人 就是你以前看過他對不對 很陽光活力 我第一次看到他這樣病炎炎的感覺 就是那個也不是畫出來 你怎麼可能在眼下畫眼袋 看起來就是很憔悴 很疲憊 很累 你看得比我還秀 我還看不出有眼袋 就你看那個腰也沒有很直 然後這樣形色衝衝 這看起來不像閻落方 他看起來好像是禮儀公司的禮儀人員 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定宇兄剛好沒有出席 好 昨天晚上他在友台的節目裡面 就是鄭鴻怡 鄭大哥的節目 公開講了幾句話 中間有些話我們實在是搞不太懂 就是他像閻落方對不對 影響閻落方其實家人 實在不好意思有道歉對不對 道歉不聯絡是怎麼一回事 耀周 我跟你道歉 我前幾天說你肚子太大了 但我不跟你聯絡 我不好意思跟你講 我請別人跟你講 所以我公開的在節目上 賺到收視率 然後跟大家講說 我跟你道歉 但我不跟你聯絡 他們是說他請他太太 去幫他聯絡嗎 退租也是請他太太幫他退租 這個更不夠意思 好啦 所以昨天主持人就問 洪英哥就問 他說你太太的反應有吵架嗎 第一時間當然不爽 那要在外面租一個空間 他知道這是租倉庫還是什麼 租停機坪嗎 可是他說媒體去操弄他媽媽 有沒有看到 都是你們媒體 寫一些亂七八糟 可惡可惡可惡 我以為他在罵人 不是啦 不是操弄他媽媽 是說他媽媽不是有出來力挺 說絕對沒這回事 那這個操弄的話 那意思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我也搞不清楚 好啦 那這個泰座有說好好說明 但我們也不知道好好說明是什麼口氣 是說好好說明 還是好好說明 這我們也搞不清楚 有什麼口氣對不對 好 那這個來賓就是葉原汁 他們著名的沙包有沒有 對 沙包 好 租借的小胃 他頭髮應該還在少一點 你們沒有認真做 應該要塗到這邊好不好 他說會調到黃河洗不清 這時候講的好像 孤男寡女共處同一空間 確實不妥 但是一不妥不妥的五個月 然後屋主還不只有岩若芳一個 之前有位林小姐帶自己看過屋 知道來龍去賣但沒必要扯出來 原來還有這個臥底證人 就是這個王帝與千呵護萬呵護 連有位林小姐帶自己看過屋也不講 又 中小姐之後又多了一個林小姐 現在到底有幾個人在那個屋子裡面 那個屋子是什麼收納大賽是不是 還是他們先消毒 放了一個宗小姐 又放了一個林小姐 還要放多人 還放了一個王定宇 不過今天還有一個另外的話題 NCC的主委 被國民黨的立委問說 為什麼三立都不報導這件事情 可是我在想說 三立已經有好幾個節目 有專訪過他這樣算不算 這個我就不知道 不過今天比較妙的是 因為王定宇今天在立法院裡面 就是立委好大 我好怕 他狂嗆這些記者 他到底嗆了哪些 我們來看一下 報道的媒體你認為這是新聞事有嗎 不好意思 那中天有新聞事有嗎 中天不是承認說 那個英國金融時報說 中天是受國台辦指使的嗎 那其他的媒體是受海派指使的嗎 沒有啦 就是說那個中天 望中集團被國台辦在背後操作 你們也撤高了 不是 你是來採訪新聞 還是來吵叫 我不太懂 我是真的想請 為什麼你這樣請 沒有 我們昨天各家媒體都有賭訪到 難道你們沒有嗎 但賭訪的時候沒有講到道歉的問題嗎 不要影響工作 謝謝 你們是媒體人 怎麼會在中共附屬的組織做這件事情 我原本說我們是中共附屬的組織 你這樣子就用自己的 那個金融時報 或是說你們是國台辦指揮人 你們也撤高了 不是嗎 立委真的好大 我好害怕 也不過問你自己的事情 就要被你這樣刷 不過我特別解釋一下 第二個影片那個男生 他其實是東森的記者 他只是幫中士拿麥而已 也要這樣被刷 認錯人 是不是 然後第一段確實是中天的記者 陳文苑 他也沒在怕他 他說我們就是所謂的中共媒體 那現在是台派的媒體要護你 也不是 其實你知道 昨天到今天 就王立宇自從公開說明之後 只要被賭訪話都說得破破碎碎 斷斷續續 只有這句話 他從頭到尾都背下來了 你們中天是不是受到國台辦 是不是都撤高了 那也許這個定宇兄 內心有一個媒體人的夢 他其實想當記者的 所以他趁機就想說 那我也來做個記者好不好 但最後我們要講 這裡有一個這個蔡思平 蔡大哥 但大家這個攝影大哥拍到 可能以為他是謝耀州 但大家錯了 耀州 耀州沒有那麼帥 好啦 最後就是蔡思平 怎麼叫耀州沒有那麼帥 耀州沒有當年的蔡思平那麼帥 好 我們下一個 好 我們來歡迎典志哥 等一下 別讓我狡猾 好啦 就是蔡思平完全就 男女感情的角度切入 跟朋友的關係切入 那就是衝冠一怒 魏弘也 你不夠朋友道義 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他就說這是甩鍋 得了便宜 還賣乖 可悲 可憐 可惡 可證 但是王立宇面對這個質疑 他說蔡大哥說得都對 因為他也無話可說 另外一件事情 王定宇他上節目的時候 他駁斥了很多事情 但是越說大家越糊塗了 因為他說他沒有住台北會館 是因為台北會館的冷氣 像卡車一樣 太吵了 他睡不著 可是大家想說他不是租四五個月前嗎 也是冬天 冬天開始租 冬天怎麼會有開冷氣的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 他說他是兩套的廁所 可是大家問的其實是兩套的衛浴 不然你只有上廁所 你是用馬桶水洗澡 不愧是名嘴級的立法委員 你不要侮辱名嘴 對不起 我代表王定宇 向大家道歉 代表王定宇 向你自己道歉 向我自己道歉 我可不承認我跟他同一個等級 他這種等級太弱了 剛剛朱大大講的時候 有一位廉子網友問說 那個耳環誰送的 現在我們國民大會是有話必說 你問我們就講 不是我送的 如果你們覺得我這個是幹話 我跟你講 這個更誇張 各位觀眾我跟你致歉 不好意思 對 如果你們覺得 我們剛剛那段已經更誇張 這個更誇張 拜託 還細節埋在 埋在他的話裡面 為什麼不住立院會館 因為冷氣太少 加上左林右舍都是立委 想換個環境 不要說每天都靜在政治裡 這裡面就打兩個人了 第一個打他自己 因為冷氣太少 對不起 我們把時間往回一推 四 五個月前你租了五個月 對不對 然後再往四 五個月前推 那應該是12月多 11 12月的時候 那時候提起都寒 如果我記得沒錯 某一天我早上出來 就廣播之前了 我還看到車子上 有四度半的這個溫度 我們王大委員身體氣虛 照熱 那可能跟豬大一樣 我沒有 到12月都還在吹冷氣 氣虛歸氣虛 沒有那麼熱 需要找人家分豬 晚12月到四 五度的時候 他還可以開冷氣 開到轟轟轟轟響響 那開多大 一般我們開26度27度 應該都轟轟轟轟響響 熱到這種地步 他說是窗行太老舊 窗行太老舊 不要說每天都沉浸在政治裡頭 這打誰你知道嗎 顏若芳 為什麼 每天都沉浸在政治裡 所以我要離開立院會館 那請問一下 你每天跟顏若芳住在一起 顏若芳他不是政治 然後他現在罵顏若芳 你看你這個女孩子不務正業 我們民進黨發言人 每天不講政治 他根本在罵顏若芳 你看從頭到尾 不過我想一想也是 顏若芳這半年來 每天送早餐 每天要追蹤他上下班 他倒也真的沒在搞政治 所以我覺得王定宇 倒是講的也沒錯 然後他講說去年3月 PO顏家巷口的照片打卡 他說那不是巷口 是一家很有名的面 而且還有米其林 奇怪 我講A你在講B 他這個我無法理解 可以各位比較有 聰明智慧的網友 告訴我這段他在表示什麼 他只在表示 他的打卡是合理的 他可能覺得那一家米其林餐廳 下的麵很好吃 那一家米其林下的麵很好吃 下的麵很好吃 OK 外賢兩個人共用衛浴 其實格局是兩個房間 有兩間廁所 好 我們再問你衛浴 你又在跟我講廁所 名嘴級的 太厲害了 我明明跟你討論衛浴 你跟我講吃廁所 我跟你講各位 那間房間確實有一間衛浴 但另外一間是廁所 一般人 我想請問 要說你洗澡 會到廁所裡面去找水 然後我一直有兩個地方有水 一個水龍頭 天氣冷 你不可能 他可能有一個洗手台會不會 有可能 另外一個地方是哪裡有水 你知道嗎 馬桶水 就是我進去之後 好熱 馬桶水 呼嚕呼嚕 洗得全身好乾淨 撈出來 怎麼可能 所以我們在講什麼 他在講什麼 他故意的 其實我覺得要 回答這個問題很簡單 很簡單 他就把那個房間隔絕照片 或者自己用手機拍個影片 大家就知道了 或者是你拿出租約 你隨便一竿子 就把我們全部都封嘴了 他什麼也不幹 然後他是講說 想找一個比較便宜的 捷運站比較近的 隔天早上7點半就去簽到 待一晚這樣就好了 他是這麼簡單 其實不簡單 鏡周刊裡面拍到好多是6點多 拜託 你要回家 綽綽有餘吧 你會搭高鐵回台南 應該也才8點9點而已 我們現在高鐵開這麼慢 要開5 6個小時 因為台南可能還要再轉一下 還要再轉一下 但不是沒有辦法回到家 我覺得比較奇怪的是 他說離捷運站比較近 等於說他說有時候 會搭捷運到立法院 可是他最近的是大橋頭 大橋頭其實轉來轉去 也沒有那麼方便 我覺得如果有觀眾搭捷運的時候 遇過王委員 你可以提供照片 就可以幫王委員來澄清 我還是沒有看過他有搭捷運 所以我覺得陳哥 他就在犧牲袁若芳 然後把自己的所有的條理 全部都要順得起 但是被我們找出一大堆弱洞 好 我要問一下議員 議員你怎麼看袁若芳 因為現在開始有一些民眾 因為王定宇的這一些言行 開始同情袁若芳了 你身為他的同事同僚 你怎麼看 我覺得袁若芳這次受傷很重 因為像我常常在開玩笑說 我是大老婆俱樂部的 可是在這件事情裡面 我真的非常同情袁若芳 你看今天他有現身 平常這個袁若芳 因為他很愛漂亮 所以他大部分都穿很亮的衣服 剛剛你可以看到 代表亮的 可是今天穿的真的有一點 因為我們政治人物 常常要去攻擊 真的我以為他去攻擊 就是說他真的穿得 非常深沉的衣服 會不會他早上真的去攻擊 也許 但是我覺得就是說 這跟他平常的穿衣的這種 比較亮 比較陽光 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某一個程度 也可以顯示他的心情 我剛剛為什麼講說 我非常同情袁若芳 因為這件事情看起來 他現在是一個非常主要的受傷者 因為第一個 王定宇他 後來他有稍微澄清一下 他說什麼八千塊賢貴 大家網友都怒了 就是說你怎麼好意思 這個包稅 包吃 還有包送車 你還要說賢貴 所以大家都覺得他很渣男 所以你可以看到 昨天這個王定宇 立刻來做一些澄清 但是另外 他今天又傷害言若芳一次 人家說 那你有沒有跟言若芳聯絡 他說為什麼要聯絡 為什麼不聯絡 我覺得很奇怪 如果按照你今天 王定宇的這樣一本正經 胡說八道 說這個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都有這個是 這個房東跟房客 而且還扯出一個林小姐 你去證明說 我確實在找房子 如果是這樣 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你不應該打電話 問一下言若芳 說這個不好意思 牽連到你 我們要怎麼來說明 為什麼不聯絡 這後面不理不睬 所以我覺得 對言若芳來講 對一個女性來說 女人真的很同情女人 尤其是像面對王定宇 這樣的男人 對言若芳真的太傷了 老師 請教一下 王定宇會讓人家覺得 現在好像有點冷酷無情 然後對記者又這麼兇 你怎麼看 這就是王定宇 他昨天跟姓鄭的套好 我跟他假質疑 事實上是幫他護航 這個就是這個 我是通不下去 只是你看他跟別人不一樣 有些比如說阿基斯 王世堅都扭扭捏捏 他是理直氣壯 負荷抑證延遲 後面是什麼意思 我一點錯都沒有 我是完全清白了 這次某週刊這個東西 完全是子虛勿有 所以我王定宇 完好無缺 政治上我一點損失都不願意認 那就是什麼意思 那就是他把跟全台灣老百姓 為公敵就對了 你把我們當傻瓜 你把所有人的見識 都當作白癡一樣 但是這個人就敢這樣子做 就後面他的利益太龐大了 你看包括動員這些媒體 昨天還找了好幾個 在那邊幫他幫槍什麼 靜宜之類的 一大一場的 亂來 這個什麼靜宜的 他怎麼講 他昨天我還是要質疑幾個東西 第一個他開始講說 我為什麼要到那邊去租 是因為他有個困難 立法院那個不是人住 發霉 噪音什麼之類的 那個立委就跟他一搭一槍 那我要問你們這些立委 如果真的這個立委的公用宿舍 這麼糟 不是人住了 我第一個問 有沒有其他立委去住 如果有那些人不是人嗎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真那麼糟 你們為國家犧牲 你難道不應該編工廠 把他弄得像樣一點 讓你們休息好一點嗎 你們平常花那麼多預算 花在這上面為什麼不做 第三 那你登記2000幹什麼 你登記的不弄 他後面講很多理由 叫閒置空間 你是站著毛坑不拉屎 你是拿來掩護的 還是真的住不下去 如果是這種情況之下 你登記2000幹什麼 你為這個不是欺騙社會嗎 他第二大理由就是說 那個是跟嚴若方的地方 叫做閒置空間 那是講什麼意思 那本來就沒有人用的 沒有人住的 但我告訴你 那周刊拍到那麼多什麼意思 一天 一個禮拜三次的 最高一個禮拜五次的 如果是閒置空間 怎麼那麼多 嚴若方在那邊出路 他第二來講說 不是只有嚴若方一個 還有另外一個屋主 那另外一個屋主是誰 如果有兩個屋主 那進出這麼頻繁 怎麼是閒置空間 你不是兩個理由自己自槍矛盾嗎 亂扯 更重要的是說 剛剛也講到如果是這樣子 你不要把那個圖弄出來給大家看 他還講說爆料的不對 不是兩組那個圖 是四種格局 他的格局都不是在那上面 那你拿出來給人家看看 因為你舉證 你就要拿出一個食物 能夠來說服大家 所以當他講這個閒置空間的時候 我真要問 因為正會要問他說 那你們是不是有接觸 他說是我王定宇偶爾去歇歇腿 偶爾恰巧就碰到嚴若方接他一下 這個也說不通 你閒置空間進出這麼頻繁 接觸這麼頻繁 結論 王定宇你不要再嗷了 全台灣的老百姓都不應該吞下去 如果我們讓這個家伙就這樣子過關 那我們還有是非嗎 你要告你就來 還有一個很驚人的消息 農委會他正式的宣佈 他說因為中國大陸的市場太不穩定了 所以從此以後台灣的鳳梨 全部都不能賣到大陸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